在咱们面前是个2018年的 祁福木马人JL对吧 它已经配到第四代的U-Connect系统 就可以用Goog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那今天咱们试试 本期节目由白金赞助商 轻轻松松 轻轻北美代购 独家赞助播出 好的 现在咱们在木马人里面了 车也发动起来了 唐大叔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来连这个U-Connect的CarPlay 那这个是同样试用iPhone Android的系统 然后同样一个第四代的U-Connect 一八款的很多车 吉普的还有皮卡的 唐大叔会列一个清单 好吧 可以用的 都是一样的Apple CarPlay 那唐大叔今天主要讲那个iPhone系统了 Android也是一样道理的 首先iPhone它会有Siri 对吧 那Android应该也是类似的 然后打开之后 你首先要在设定里面 把确定Siri是打开的 好吧 Siri和 大家能看到吧 Siri 那在这里把它打开 对吧 Turn off Turn off 然后现在是关闭状态 把它打开 Enable Siri 现在Siri打开之后就简单了 如果没有线的时候 大家来到App这个地方 你是找不到Apple CarPlay这个标志的 对吧 这个App找不到的 那因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用过手机去导航就知道了 这些电池用的会非常快的 因为它一边连着网络 对吧 一边还要在不停荧幕 这里动来动去 电用的很快的 所以咱们插这个 当然顺便一提 唐大叔以前提过 在新的JL上面的话 或者以后接下来 克莱斯勒的产品上面 它会有Type-C的USB 和现代USB3 好吧 打开那个Siri之后就简单了 插上去 如果你锁屏的话 它可能会提醒你把屏幕打开 就可以了 锁屏之后 大家神奇的 可能刚刚没留意到 但是没关系 Apple CarPlay出来 出来就很简单 最常用的所有东西都在了 回信息 各个东西 电话 如果你是地图的话 它会自动的先问你 是不是要回家 对吧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以自己选其他就可以了 这跟苹果地图就很像的 都是 这个键 大家看到 就跟Home键很像 按一下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这几个常用的电话 而且因为新系统 连起来 你把声音打开 声音很清楚的 打电话 各方面的东西 音乐 唐大叔没有订阅音乐 所以可能只有一些 点一下 这里平时 同时手机会跳出同样界面 对吧 如果你有的话 就可以直接听歌 就快很多了 在第四代的Uconnect 反应速度很快 Message 我不知道有没有太敏感的东西 好的 和电话一样 如果你按那个的话 它就会问你 就是可以用语音控制 为什么用Siri对吧 语音打给谁 当然如果是低语言 英语都会好点 最主要我觉得 可能常用地图 听歌什么的 然后同时大家留意到 这电话也是一直冲着的 所以对吧 所以挺好的这样子 冲着电 然后就不用再去看手机了 所有常用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那安卓呢 唐大叔相信也是一样的 OK Where's your cable So great news and bad news So bad news Somebody took my cable 那安卓系统也是类似的 好吧 有人问过的 为什么看不到这个 Apple CarPlay什么东西在哪 因为你一定要插线 好吧 一边充电一边弄 但唐大叔说老实话 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示范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咯 还没订阅 记得赶快订阅了 当然不喜欢的话 下面留言 提你的宝贵意见 就不要给唐大叔差评了 当然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温哥华 可以来找唐大叔 看机谱买机谱 支持一下业务 广告的话依然这么多了 非常非常非常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